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台湾造成的伤害 不管是土崩泥流或污倒水淹 总是一再的上演 而大家建议犹新的是 基隆这颗原本住立在山顶的大石头 过去曾经是沿海渔民辨识方向的地标 却在康瑞台风过境后轰然滚落 压垮了民宅及路过的车辆 再把时间拉回到更早的1997年 瘟尼台风造成了林肯大郡的挡土墙崩塌 28人死亡的悲剧 2010年国道3号 甚至于是在没有风雨 没有地震的情况下 严重走山造成了4人死亡 都在在的告诉我们 台湾地址年轻脆弱 欠藏危机 台湾地小人愁 民众在高房价的压力下 早就已经将居住空间 由平地往山坡延伸 随之而来的交通建设 也多半在成本的考量下 以破坏环境与山争地的方式来进行 甚至许多不该开发的地方 也难逃被利用 据统计 光是在人口最稠密的大台北地区 就有340个山坡地住宅 是位于这样容易发生灾害的 高敏感区域 许多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刺激可能也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成了一场赌注 近年来极端气候加剧 大自然的考验一来 不该是人们居住的地方 也一一地现行 这张高速公路被土石淹没的历史影像 在三年前震撼了全国的观众 好严重喔 整个隧道里面的都没了耶 完蛋的隧道里面的车怎么办 本来北二高一直到西子 这一带都是顺向坡 顺向坡可以看出来 那个石头都是这样生的 都是生这样 不是逆向 假如逆向的话它不会崩 顺向坡你只要把它 从旁边把它挖断了以后 它整座就会下来了 意外地点隶属基隆七堵马东里 里长杨秀雄住家距离崩塌地点 只有数百公式 加上自己有矿坑公安管理的背景 因此对这次走山格外关注 学者也说 当山坡地表面与地层走向平行时 就是所谓的顺向坡 在工程师座上 的确叫逆向坡 更容易发生崩塌的状况 你原来这个坡面 是撑在土地上面的 所以这个很稳定 我现在把你脚挖掉了 这个顺向坡 它就变显空了 就像说 我把它放在这上面一样 我这边就在这边 它永远不会往下掉 它在地底下 但是如果把坡要砍掉 这边是会怎样 它要滑下来 顺向坡就趴在这个滑下来 红色这一块 是整个顺向坡高敏感区 那高速公路 从中间穿过去 往往事情是出在这边的 你开始的评估 我才也知道危险 那评估 我评估它的危险性并不高 我就要用某种方式 施工方式 我就可以避免这个灾害 台湾地小人愁 许多公共建设为了节省经费 被迫穿越敏感的地质区域 也没有做出应有的防护措施 使得类似惊险的画面 一而再 再而三地发生 今年九月 基隆必杀鱼港对面的山顶巨石 轰然掉落 差点砸中了一辆行径中的轿车 行车进入器拍下的画面 重现了凶险无比的那一刻 有谁想得到 这原本屹立在山头 看来稳定的巨石 就这样掉得下来 山上的石头 总有一天会到海里面去 这一般民众你要了解 当然是哪一天 我们都不知道 那你稳定的话 你可能经历了好几万年 好几千年 它才会慢慢崩下去 你不稳定的区域 可能明天就下去了 所以一般来讲 在这种山坡地上面 开发的时候 尤其大面积的住宅区域 然后怎么样 只当还经过一些 比较精细的地质调查 布兰梅是林肯大郡的住户 经济状况并不算好 平时靠着在社区 做资源回收 补贴收入 因为你租人家房子 每个月给每个月给 给到后来都永远人家的 那我们不如自己买 对不对 这样子也 虽然经济上很重 可是你这样子 不用每个月给每个月给 1997年3月 陆兰梅与父亲 用尽一生的积蓄 买下林肯大郡里 一间30平的屋子 正准备开心地入住 生命中第一栋 属于自己的房子时 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在同年的八月 林肯大郡边坡的 挡土墙坍塌了 虽然事故发生的地点 离路来梅的家 还有一段距离 却已经让他担心不已 因为那时候前面庭院 也有下坡 听说现在应该已经弄好了 担心有什么用 你命中注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会想要说 哎呀 这边好像有点危险 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 想啊 可是没有金钱 金钱上不许可啊 也没办法 16年过去了 许多原本的住户 选择了离开 然而对路来梅来说 住在这里 确是他唯一的选择 我就可能住到人往生为止 要不然怎么办 我那真的没有地方可以住 而且心理又不高 在1994年以前 政府对于山坡地住宅 完全没有任何管制措施 建商可以任意在山坡地上盖房子 导致许多老旧社区 几乎是紧邻着陡峭的坡地而兴建 2010年国道3号走山意外后 立法院曾经修改地质法 要求公布这些地质敏感区域 这个法它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讲 会牵扯到你山坡地的开发的问题 等到山坡公路就顺向坡地崩塌下来 等滑下来造成一些人的伤亡 才通过地质法 所以我们经常在笑 这些种法经常要有大灾难 才会通过 大概当初有一个淡书吧 大概地质法过完了以后 三年内要开始要公布 但是这个公布现在脚步很缓慢 几乎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在政府的法规尚未完备前 民间自发的组织成为救灾防灾 一股重要的力量 行政院水土保持局从2005年开始 在各地招募土石流防灾专员 八年下来 全国已经有将近两千位的志工 投入这个工作 我们全部都是志工 都是志愿参加水保局的这个防灾的工作 很多资讯 你知道的越多的资讯 那当然对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家园 保护自己的环境 其实这个都是 都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可以救自己啊 那又可以救别人啊 多好 我们家我旁边要有够一个鱼样筒 中够有够一个鱼样筒 有啊 有啊 那个鱼就三把 如果鱼还有一堂 倒掉了 再来第二堂就该要注意了 对啊 可能就是因为 那种人像童子水路稍稍稍稍 我怕说大利 怕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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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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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隔壁鄰居、附近鄰居看說 如果因為你沒撤離的話 可能你的房子或者你的坡地 可能會變成什麼樣子 以前旅長跟你們說 太大要走的時候 你們是怎樣的歡迎 那個我們也是算說 沒什麼在走啦 這種平時如果比較有準備 在水路如果不要去撤就 應該落大後 沒那麼大也是沒什麼要緊 那現在你們跟他們講他們就會走了對不對 他也不會走 也不會走 因為裡面只有那兩三戶而已啊 他不走 他們在這邊已經住了 住了幾十年啊 從來沒有讓他看過崩塌 土石友是什麼他也不知道 你勸禮他他也不想走啊 那就是這樣子啊 自己如果沒有遇到啦 天不怕地不怕 對不對有親朋好友遇到的 自己遇到的 才會怕 這條山路是通往曾慧龍老家的必經之路 每次上山他就會密切地注意周遭的狀況 有消息馬上回報給里長處理 我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喔 是前年颱風下大雨的時候 那個24小時的雨季雨量非常大 所以我們上方的直潭進水場 它開始洩洪 那所有的水域到這個地方是一個大轉彎處 所以也因為好雨的沖刷啦 所以導致我們現在看得到的這個上方的邊坡 這個是新思作的工程 導致我們這個邊坡的坡面整個崩塌 所以現在站的這個路基是整個沒有的 只剩下一點點的路基而已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崩塌之後導致我們這裡的居民 進出就會非常非常的麻煩 崩塌的地點 距離民眾住家只有三四十公尺 為了確保鄉親的安全 曾慧龍常常在雨量一達到警戒值 親自挨家挨戶一一拜訪 勸大家暫時離開 只是他的熱心有時卻不太受到歡迎 這我沒有輸了 這我沒有輸了 出去了 出去了 這聽很多 這不可能啦 我們躲在這裡 躲那麼久了 哪有什麼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在成為水保志工前 曾慧龍已經長期投入民間疾難救援的工作 親身參與了許多重大災難的搶救 看到許多民眾因為沒有及時撤離 導致家破人亡 一幕目難忘的景象 讓他對於災難的預防 有著比一般人更深刻的體會 有時候聽起來我也覺得 我做這個是要幹什麼啦 對啊 說一說這個 說得還去玩嗎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需要做的 所以也不會因為這些民眾 這些冷嘲熱諷啦 那對這個工作就會有所倦怠 其實我們不會 氣象圖是今天早上10點15分的路徑圖 所以也擔心說現在這個 我們從南部進來的 就是我們北部跟南部一樣 這幾張圖片都會稍微看一下 上午8點發布颱風警報後 曾慧龍就與一群民間救災隊的隊員 在本部備勤 準備隨時出動救災 為了觀測颱風動態 水土保持志工在對本部架起了雨量桶監測 這是一百 兩百 跟三百 那就是所謂的 我們一般的雨量值就是說 所謂的蠔雨 大蠔雨跟超大蠔雨 它就要去做區分 超過黃色警戒 就要去做一個宣導一個動作 那到紅色就是要百分之百 去做撤離的一個動作 當大多數人還沒感受到颱風危力的時候 這群水保志工與民間救災隊員 早已專注地觀測著雨量桶 並回傳訊息 隨時準備防災救災 因為有這樣一群實時關注地方安危的熱心人士 大多數人才能在風雨中安心生活 尤其當政府法令定有未代 或者修了法 仍因社會諸多因素難以貫徹執行時 我們除了給予防災志工最大的掌聲外 也應該發揮自助互助的精神 為自己也為所愛的人 營造出更安全的環境 在台灣 除了山坡地的問題 怎麼跟水相處 也決定了治水的成效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的統計 截至2012年底 現有河川防洪設施當中 堤防長度就超過了2854公里 可以繞行台灣兩圈半都還綽綽有餘 但這是洪水為猛獸 用防堵概念來建造的堤防 事實上在氣候變遷 使雨量暴增的瞬間 反而可能成為淹水的元凶 日前 康瑞颱風造成了雲家地區嚴重的水患 大水退去後 民眾赫然發現 雲林北港西旁的堤防被大水沖破 出現了將近有80公尺長的崩塌缺口 是瞬間的雨量太大 還是堤防建的不夠牢 目前還沒有答案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堤防沒有能夠堵住大水 反而讓雲林地區呢 汪洋一片 有學者認為 一味的以防堵的觀念來治水 堵不住的時候 後果可能更加嚴重 反觀日本 2006年 就已經在東京地下50公尺深的地方 建造了巨大的制洪池 被稱為是地下供電 幾年來也多次發揮了強大的排水功能 因此我們也試著去探尋 台灣除了竹梯以外的防洪方法 像是支洪池 濕地 皮膛等 藉由自然方式來蓄居大水 也不是為與水共存的兩方 現在就是先做這個太空包 當然年齡其實要再照顧了 不然如果河水一路也很危險 抓滿沉墊墊沙子的太空包 整齊劃一的堆疊在眼前 很難想像 這高6公尺長80公尺的範圍 曾經是一段 人們以為堅固的堤防 2013年才剛完工的堤防邊坡 就在8月底 隨著康瑞颱風夾帶而來的暴雨 整段堤防瞬間崩塌 當地民眾難以置信 崩塌的時候這個發生的巨響 也影響到鄰居警覺 發覺這個崩塌可能在洪水 就有水 北港的水這樣來 可能會構成這個居民威脅 一路走到堤防上方 觸目驚心的裂痕 彷彿還在破碎的土地上悲鳴 如今居民還得擔心 下一次好雨不知何時會來 會不會連旁邊看似完毫的堤 也跟著淪陷 越堤路的部分 其實也是整個河川的水衝擊力 最大的地方 一邊比較久 一邊比較用 其實這樣很危險 它受力的那個衝擊 比較容易造成這個潰堤的 堤防怎麼崩的 目前原因未明 但更大的隱憂還在後頭 站在堤防上往遠處望 居民指著遠遠的樹叢告訴我們 就算這裡堤防不崩 那裡沒堤防的地方一樣沒防護 只做一段等於沒做 做到那裡沒防護 所以說 那一隻在那邊看不見 一隻在那邊看不見 實際走到堤防的盡頭 這才發現 若大的缺口 是水煙虎尾的元兄之一 沈雲龍的田 就是被堤防缺口宣洩而下的大水 沖出了一個大窟窿 還得自己想辦法填土才能耕種 水是大水是 由這個地 有的奧車那裡起來 和這坑的起來 兩天起來沖下來 然後交叉在這裡 有加水 怎麼會出來了 我現在是穿我們這條白水的頭 白水的頭都穿頤 穿來花天 沒有不得買頭 一台要三四千塊 而位於堤防缺口住的養鴨場 更是首當其衝 損失難以估計 當地從這裡來 整個都掛到這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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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是多少 多少 幾個不漏也不知道 沒有算也不知道 現在就漏的漏 然後有著刮到回來 算說漏的 沒有那裡刮回來 堤防不是崩了就是缺了 那麼防堵暴漲吸水的水門呢 我們跟著西南里里長周青石 來到附近皮麻大排前的水門 回想淹大水的那天早上 里長急忙趕來 站在堤防上 看著底下汪洋一片 心也跟著沉重了起來 這坑裡幾乎滿水味 因為差不多一人的高度水味 差不多一人的感度有 因為我是安保安路來的 這個漏我也不敢走 因為這陰是陰是陰到 所有的漢區中末 中末的時候 甚至我們現在站在路面的地方 已經全人親密了 所以說那個漢 要製水池 這幾乎是回去 回去回去 如果大水來之後 水門說變得很乖 水幫我們問乖 這個水就一直灌 灌到差不多這裡 因為這個水就倒進去 漢頭 漢頭裡面就滴水 原本水門關起來 杜絕西水入侵的美意 卻變成在地居民的惡夢 這水不僅淹掉了農田 就連皮麻大排的邊坡 也大片地被掏空 除了說補土以外 可能附體也會有影響 但居民無奈的是 想反應問題 卻比想像的困難 我跟這個旁邊說這個 小魚館戶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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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叫做工廠建設客 刀欄 對刀欄 拍攝過程中 我們也發現 在雲林地區 最讓當地農民不解的是 平常如水灌溉 暴雨又水淹倒田 實在讓他們的生計 無以為繼 平常真的沒有水 不愛吃水 沒有最好吃 氣候快速變遷 難以預料的暴雨 也越來越頻繁 以2013年8月底的康瑞颱風為例 雖然是個輕度颱風 但根據中央氣象局的雨量資料 有24個監測站的雨量超過100毫米 其中雲林虎尾站的最大10雨量 更是達到了147毫米 瞬間好雨 讓人措手不及 大片平原成了水香則國 面對大自然無可抗拒的力量 眼看著北港溪像是個不定時炸彈 隨時可能水慢大雲林 在堤防出了問題後 該怎麼從根源解決問題 更嚴重的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都只有 加重提防的高度 這個其實非常危險 你只要增加一公尺 未來假如有潰體的話 不得了 那個洪水的力量 或者是淹水的範圍會更大 而且衝擊力會更強 好一個滑下來就變懸天河 水門一關 再下一個洪水 我們這裡就很嚴重 所以根本解決之道 是第一個 應該是 這裡的鐵路 要做輕易的工作 鐵房加高之後 所以讓整個北港溪流域 它的這個洪風量更集中 那在沒有辦法宣洩的情況下 它就往上游塞 那鐵房高的地方 它就沒有淹 那過去不常淹水的地方 它鐵房沒有蓋那麼高 就淹 同樣被淹倒怕的屏東地區 在莫拉克風災後 位於屏東縣高樹鄉的 救療堤房 重建成了一座巨大的 超級堤房 長2560公尺 高10公尺 地下還打了20公尺的激樁 根據水利署的推估 可以抵擋200年的洪水頻率 這個龐然大物 防堵大水 確實可以產生一定的功能 但人無法治本 而且是不是全台 都得這樣蓋起大堤房 把水割得遠遠的呢 大的颱風來的太平方 動不動就是一百年來一次的 雨量就來了 在上游造成了很多的山崩 這些山崩就產生土石 土石就往下游移 它也把河床墊高了 墊高的這些河床 這一幾乎它就會慢慢往下牽 你就漸漸發現 我的堤房高度不夠了 河流的通水段變漸漸就不夠了 哪一天它漸漸墊高到一個程度 哪一天一個大的洪水 它滿過堤房 它可能就改到了 其實並不是完全不能蓋堤房 只是這並非萬鈴丹 在日本東京 就耗費千億日元的巨資 打造地底50公尺 總長約4.5公里 內近12.5公尺的巨大製洪池 同時也將都市更新 結合防洪製水 不再疑味防堵淹水 不再聚水於千里之外 試著與水共存 因為你開發這塊土地 你把草地變成水泥地 一定會增加地表浸流 那增加量 你不能增加周圍河川的排容量 所以你要自己處理 自己先把它蓄起來 再慢慢排出去 在台灣雲林的宜污地區 也蓋了一座上百公頃的製洪池 這座耗費12億元的大工程 確實緩解了周邊 口湖地區的淹水夢魘 但因為居於鄰近河川的下游地帶 對於大雲林地區的水患疏解 效果有限 像這次颱風 以前這裡都要淹水 所以這次是沒有淹水嗎 沒有沒有 馬路退得比較慢而已 退得比較慢 我不叫它叫做智洪池 我稱它叫做納洪池 真正的智洪池 它要有停滯洪水 減少洪風量的作用 才叫做智洪池 那它適合的地點 通常就是在河川的中游 它山地要進入平地的地方 它有一些重要的節點 那這個地方我們讓洪水 有比較多的停留的時間 它就不會造成下游宣洩不及 這個號稱以生態工法施作的 巨大智洪池 在康瑞颱風之後 水池邊坡出現了大面積的掏空 我們前往拍攝時 正巧遇見修繕人員巡視受損邊坡 當你破一個洞 你會沖刷 土就連下去 你這邊大概做什麼樣的事情 讓這個土可以比較穩固 不會有危險 就種樹 種草 樹要長大才能夠 這個土比較穩定的 土突然比較穩定的 它就比較不容易當地 再怎麼大面積的製洪池 終究是人工蓋出來的 也就難以避免工程缺失問題 如果是自然形成的濕地 除了蓄洪之外 或許更能拉近人與水的關係 成龍濕地 就是在1986年的維恩颱風過後 形成的天然景觀 濕地其實是有點像一個碗這樣子 那它就可以多少去積一點雨水的量 那再加上村子裡面 其實有排水系統在運作 所以在村子內部的情況 算是還OK的 但濕地及周邊地區 每年仍以三公分的高度下陷中 位於比較低窪的濕地旁漁溫 在康瑞風災中損失慘重 有些養殖戶撈起大量死亡的文革 有些則忙著修補被破壞的餘溫 不論淹不淹水 地層下陷仍是當地居民的最大隱憂 走在濕地附近的成龍村街上 可以明顯見到高低落差很大的房子 有些老房子窗戶離地只有一公尺 有些房子則墊高了一公尺以上 關於下陷問題得從水源來解決 地層下陷 政府要能控制 你一定要供應充足的地面水 才能夠控制 水源調控在上游 我們主要是要利用水庫 把下雨的水藍繫下來 平常沒水的時候 我們在供應下游的用水 如果我們在河川中游的地方 去設置龍池 它可以補助地下水 減緩這個地層下陷 它又可以重新拿來再利用 淡水相處 先民早有智慧 在桃園縣 早期農民為了灌溉 設置了許多皮塘 儘管時代變遷 務農人口大幅減少 但祖先留下的皮塘 保留到現在 卻成為最佳續洪的空間 颱風來臨的時候 它可以做調節使用 如果今天下大雨的話 整個水能夠移植到 我們的這個皮塘裡面 做調節性的功能 這樣對於周邊的 這個環境是好的 或許也不容易造成 旁邊周邊的一個淹水 當皮塘成了公園 蓄積的水也沒浪費 經由天然的淨化功能 讓水資源再利用 是愛護水的最佳方式 怎麼樣讓水出去又變成清澈 所以我們又種了很多很多的 相關植物 就跟水質清澈有關的植物 所以我們的水排出去之後 又是乾淨的水 可以再利用 而且種菜等等都很好 不是變成說一般的廢水 不論是天然或人工的製水方法 若要製本 就要回到國土規劃 儲心讓水自在的流 過於水蒸地 才能汗水和平共存 更上游的水土保持 這部分事實上是更根本的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勢必會造成更多的這個 洪峰的問題 所以應該是從最上層的政策 國土規劃法令來做規範 然後再配合正確的制洪的一些技術 然後再做整體的規劃 讓有限的治水預算 它能夠花在島口上 這根就底 重新從源頭做好水土保持 國土規劃 不再與水蒸地 或許才是解決台灣 每遇好大雨 就淹水的根本之道 同時您可能不知道 災難發生時 來自於外部的救援系統 發揮的功效 往往不及社區鄰里的即時互助 1995年 日本板神大地震災後調查 推演出了一項相當重要的 防治救災法則 那就是大災害來臨時 自助、互助、公助的比例 是7比2比1 由此可知 降低不可測的災害風險 絕對不能夠只仰賴救災 唯有意識到自助和互助的重要性 才有機會共渡難關 而這個寶貴的經驗 在這次的水患重災區 也再一次得到了印證 叫人來燉燉整個燉燉 這就是那個 整個燉燉 這就是放在燉燉燉的 那去放皮 你看皮心也都吵了 水到之處 床鮮了 家具爛了 69歲的許燕好阿嬤 愁得不知如何是好 這熟啦熟啦熟皮啦 那你這樣請教 你跟他做什麼呢 他們經歷了一百千的時候 有看到啦 有看到 我是跟他們說 你們女婦不願 我叫他們賣錢 一場大水 讓重整家園的工作 無意間翻出了隱蔽的蛇窩 破蛋而出的小蛇 早已四散 老夫妻倆並不感覺危險 對他們來說 最危險的時候 其實已經過了 當那一星期就差不多一邊 就是到這裡到這裡 第二邊就到這裡 上面上去 一星期就做兩次 做兩次 做兩次大水 做兩次大水 大雨來得及 水位高漲 眼看著屋子將滅頂 夫妻倆連忙往高處避難 水退反家時 已是面目全悲 我們就 在這裡睡著 人家沒有住的地方 在那裡就在這裡睡 我們就在那裡睡 這樣 時期要什麼 現在這些都在這裡睡 2013年這場清台抗爵 對謝義夫夫婦 和所有嘉義大林鎮的居民來說 破壞力可比50多年前 重創台灣的八起水災 下了一夜的暴雨 天然後 大林鎮成了水鄉澤國 放眼望去 一片蜗羊 有了喔 這次很嚴重 他說大林街上都淹了 我那時候看到他這一幕 再看到這樣子 一片的那個大海 再加上那些阿伯 他們真的都不知道 要去保護自己的 其實我有個行政的好痛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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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面對許多不撤離 不離開的住戶 蕭志芬和其他慈濟志工 分頭進行協助 接著橡皮艇 挨家挨戶送上熱食 也找尋著需要幫助的老人家 因為有些人就是在樓上 在二樓嘛 那沒有辦法拿到便當 他們也是丟下塑膠袋 我們就用袋子把它綁著 讓他們拉進去 拉上去 就是拉上去這樣子 17條路線 200多位慈濟志工 從大雨當天 深入嘉義淹水鄉鎮 持續關懷 而位於水患災區的 大陵慈濟醫院 此刻更肩負起 照顧鄉親的責任 我從辦公室這樣子一看過去 發現外面的土地公廟 已經都淹到不見了 我們就說好像 一個大陵琥珀殘生了 比較消退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接到 外面的災情了 我又來喔 這有要多多啦 來來來 你好好來喔 你怎麼換你 我現在就去 打開了喔 沒辦法喔 好喊你出力了喔 滂沃大雨中 救護車將附近 開水淹水的安養院裡 近50位老人家 緊急後送到 大陵慈濟醫院 阿公先幫你換衣服喔 阿公不要出來 不要出來喔 我幫你換衣服 他這麼快啦 好 來你幫幫你換衣服 不要出來 不要出來 我知道 那個水來得非常非常急 所以他們一個 處於一個比較危險的狀況 那所以他們也跟醫院求員 面臨到一個狀況說 我們的推床不夠 所以急診的推床 就真的不夠 那就是 所以就調度了 醫院的一些 一些狀 一些能量 那把醫院的 有的空床 全部都推下來 推下來 然後 然後讓 先把這些老人家給安置 做了最大調度 緊急動員有限的物資人力 無理的就是讓老人家們 不再恐慌害怕 平時大林祠院扮演的是 社區健康守護者的角色 此刻成為汪洋中安頓身心的收容場所 這所停中央的大醫院 充分發揮社區關懷力量 大災難來臨時 積極走入災民家中 任何人 子一帶來 我家不老人家 對喔 泡過水 入冷水 擦した 寵人家 現象 我叫 Ihrer 內川 我偏做 院子裡 堆滿清出來的廢棄家具 泡水雜物 屋子裡也有不少 帶整理物品 大雨未歇的历假日 穿上与衣与鞋的医院同仁 来到受灾户家里 帮忙环境整理 大水退去后 家园重整的漫漫长路 才正要开始 这份来自社区领域的关怀 所给予灾户的 不只是一份温暖 更是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像类似这种的社区的力量 特别在台湾 更值得重要 因为大家的浓度够 而产生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 在灾难产生的时候 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在这个地区 其实还负有照顾 社区住民的责任 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候 我们可以成为社区民众或是说这些基层医疗员所的一个避难所 向人赋予我们一个使命 不是只有照顾病人 还要照顾这些社区的居民 将自己定位成社区照顾网络的一环 大林慈禧医院多年来守护着地方的邻里乡亲 然而若从防灾减灾的角度思考 这次的水患 因为几十年来的平安无事 许多人因此少了一份警觉 也少了预防的准备 从这边水就从这边一直进去 然后分流分流出所有的智慧的路 马路就全部淹了 从小就住在老藤里社区 杨湘珍有记忆以来 再没有比三年前的莫拉克风灾更恐怖的回忆 老藤里位在牛厨西和嘉义市北牌汇流口 2009年莫拉克风灾时 西南汽流引起的超大豪雨再加上满潮 汐水瞬间暴涨一堤 从北牌堤防缺口流出 大水淹了两层楼高 损失相当惨重 积水就是一直到窗户高 那窗户是被剪掉抱小孩的 就一直没有恢复 住户也不敢住搬走了 屋子人去楼空 剑坡的窗口还在 仿佛提醒着所有人饿水无情 莫拉克风灾几乎淹漏 整个村庄的惨痛经验 让居民意识到 当大灾难来临 降低灾害的最好方法 还是要依靠自助和户主 传统的灾害基本上是72小时内 叫黄金时间 所以72小时内 其实很多的部分要靠社区 为什么在24小时 政府是不会来的 一定要自救 然后共救 然后才达到他救 所以自救跟共救的部分 社区非常非常重要 2012年老藤里社区 在公部门和园林科技大学的协助下 以在地居民为组员 成立了防汛守护队 希望借由互助 让防灾意识 升值社区民众心中 整个风雨来的时候 市府这些救灾人员 第一线人员 在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 因为面广 没办法及时到达这边 来救援的时候 透过社区自主防灾的力量 透过居民自己的自主的作用 在事前他可以先自己寻查 自己环境的一些比较危险的点 然后去检查 看有没有危安的地方 跟我们这一个守护队 还有很大的关系是哪里 就是牛轴漆上游的雨量 那跟我们有关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滑青桥 一般滑青桥 如果说你看 那时候滑青桥曾经有发布 怎么样 二级警戒的时候 经过多次实地演练和操作 一年后 老藤里从全台99个社区里脱颖而出 获得全国水患自主防灾特优社区 荣誉感融入了团队的默契 更重要的是 防训队发挥了实质上的功效 在今年先后的两次台风 派上用场 这次是真的是大家都有车子的开 因为里长还有广播 七点多就赶快广播 我们都有去疏散啊 住进会会长最辛苦 以这次来讲的话 就是超过50公分的住户 淹水才两户 我们当天的救助队在这边 都是在这边很辛苦的 在这边守护家园 那在桥梁那边都观测到整个水面 已经淹过那一个25公尺的标示 指标牌的那个水位了 那假使没有整个这个北牌的工程来讲的话 那可能我们的居民那边淹水会相当的严重 利用整治工程 让北牌排水方向 顺着牛酬吸云来的水位 硬体上已经替老藤里做了第一道屏障 而防汛守护队更展现了社区的防灾动员能力 相较于莫拉克风灾的灾情 这次康瑞在嘉义地区的豪雨城灾 却未在老藤里造成太大灾情 这次暴雨考验中 老藤里顺利过关 莫拉克之后 大家的意识就提高了 也很互相 反而就是以前邻居可能打打招呼 打打招呼 可是从莫拉克那时候 大家感情都很好 我们都说家园不是只有我们的 是大家都 对老藤里社区来说 一个灾害发生时迅速应变的社区 是原本努力的方向 但是在共同的目标下 不仅强化了社区防灾能力 同时也找回了社区的凝聚力 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 我们正处在一个日益恶化的环境中 在下一次灾难来临前 我们该思考的除了治理的思维和手段以外 也许还必须有共存与共生的自然哲学 世界银行报告 曾经点名台湾是全球最容易受到天然灾害冲击的地区之一 虽说天灾难以完全预防 但我们也在一次又一次的灾害中累积经验 学习与大自然共存之道 近年来无论是学界或工程界都同意 只靠工程手段无法完全阻绝灾难 科学不及的地方 我们或许可以思考 用人文来弥补互助 你帮我我帮你 社区帮社区 不但是人文之美的展现 也才是生命生存的最适法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